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这个养生跟医生 都建议我们要多吃鱼 那我手上这个石斑鱼 这可是超级台湾之光 台湾现在据说是石斑王国 那全世界的产量跟产值当中 以产值来讲 台湾至少每年产出超过40亿 一般以上都是台湾产的 可是一般人吃石斑鱼 你知道吗 石斑鱼可是号称 听说可以越吃越漂亮 那除此之外 它还有丰富的鱼油 以及丰富的高蛋白 到底石斑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 待会健康好生活 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黄冲林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淑青 大家好 再来养生好朋友王明勇 大家好 再来我们原住民好朋友 撒基努 大家好 再来我们的料理 鱼达人海鲜好朋友 小郭师傅 大家好 再来我们今天的石斑好朋友 罗文林 大家好 好 这个树青我刚刚讲 台湾其实养殖业很进步很发达 台湾不只是鰻鱼的王国 也是石斑的王国 然后在台湾 真的有人养殖石斑赚大钱 那石斑确实营养丰富 而且很多人吃它 在吃丰富的胶原蛋白 确实早年的时候 石斑几乎我们都是野生的 所以它其实 从以前来讲 它就一直是一个很高贵的 很贵的那个鱼种 那现在近年 台湾开始有这个比较先进的 这个养殖石斑的技术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石斑王国 如果全球一年的养殖的量 是七万五千吨的话 台湾大概占了一万七千吨 等于说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是台湾养出来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台湾其实养量非常大 而且台湾的价钱好 而且价钱好 而且我跟你讲 台湾人真的很厉害 很重点 就是说你看它这么娇贵的鱼种 然后很多人都会希望说 我是不是可以吃到活的 所以你想我这个养的石斑 我要怎么样让它在活的状态下 用船运的方式 把它运到其他国家去呢 那在特殊那个船 还没有核准之前 我们那时候有一种很特殊的船 就是那种活鱼运送船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我觉得台湾渔民真的是天才 他们就那个船舱底部 有一个渔池 就放这些石斑对不对 然后据说他们会 那种打孔跟连管 就说让那个海水 在他们这种船运的过程中 海水还是可以一直进来 所以维持石斑 还在海水的状态下 所以它可以一直这样子 维持有新鲜的海水 一直到对岸去 所以就是很猛 那石斑除了它肉非常好吃 喜欢吃它人会觉得 很喜欢它是那种有Q弹的感觉的 然后觉得之外就是好吃之外 另外就是人家认为 它是一只美容物 为什么觉得它美容呢 因为他们就说 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就除了我们可能说 它的鱼皮有很多胶质 胶硬蛋白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MSM的东西 MSM这几年 其实它一直算是在外国 已经用很久的保健食品的材料 在台湾近几年才开始有核准 那它其实是什么呢 在美国把它加在哪里 加在那种你会喝的那个 叫做葡萄糖胺的里面 有些会加这个 因为它可以增加气胞的 那种之间的强韧度 还有润滑度 然后呢 在台湾比较少听到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代想要你都把它放成美容品 因为觉得吃这个东西 你就Q弹 所以它不只好吃 它还是一只美容的鱼种 所以呢 男生吃也好 女生吃呢 就是顾皮肤 男生吃呢 因为它有很多牛黄酸 我们知道你如果吃很多 什么顾体力的 一定会有牛黄酸嘛 所以它也是一个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牛黄酸我记得 它也解干毒啊 然后它也降低你的疲劳 降低你的血压 对 好 我们一般人买石斑会有两种 一种是冷冻 一种是冷藏嘛 那今天现场带来是两种 不同的品种嘛 是 这是什么品种 这里是青斑 就是点带石斑 那这是珍珠龙胆 对 这是新品种 这是新品种 那一般最常看到的是青斑 对 比较普遍是青斑 对 那我手上这一个就是 一般市面上的青斑的 冷冻的这个品种 就是做真空包装 那石斑听说养殖非常不容易 养殖过程因为经过很多很多的关卡 就从刚开始鱼苗的部分 我们要精心的筛选 筛选到健康的鱼苗 那石斑它的习性 它的生性就是比较凶猛 它会有一种蚕食 大吃小 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 它吃虾蟹对不对 对对 那它也会大于吃小鱼 那所以当我们买回来 它成本就高 鱼苗的价钱就高 然后放养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就会有蚕食的现象 所以我们成本很高 然后它也需要吃生鲜的饿料 对 所以养这么大大概要多久 从我们两寸半苗买进来到 可以卖大概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养一条鱼 至少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对 所以成本很高 那如果养那种超级龙胆石斑 就可能要养好几年 有的要三四年 五年以上都不一样 五年以上对不对 对对对 那在台湾最常看到的是这一类的 是是是 其实我们都可以记住 我们一般在桌菜 在传统桌菜 或者说每次喜宴的时候 都会一尾鱼是用蒸的 通常都是这种石斑对不对 对 甚至我们在每次我们在家 有时候家里妈妈买回来 都大概一斤一只的鱼 对 刚好全家人一餐吃完 对 大概都是我手上这种鱼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最普遍 非常普遍 而且价格非常的合理 对 那因为由于现在的包装技术也好 跟宰杀技术也好 都非常的干净 那有时候我们在市场上 因为通常含有内脏 所以在处理过程会很累 对 然后还有鱼鳞的部分 那所以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干净 已经把鱼鳞处理好了 然后它也是有 用冷冻的方式做保存 那我一直常聊到 冷冻会不会对鱼体不好 其实不会 只要在最新鲜的状态下 有经过好的处理 跟好的解冻方式的话 你吃的鱼肉 一样是跟新鲜的一样好吃 所以通常在台湾的养殖鱼 你反而喜欢挑冷冻鱼 是的 因为冷冻鱼的 这一个运送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还比较安全 那只是你要学会不同的鱼 有不同的解冻的方式跟时间 迷勇大哥通常你会怎么挑鱼 其实挑鱼一般除了像 这种新鲜 你在这种一般我们到那种 菜籍亚 鱼摊饭 或者是到鱼市场去 一般我们 观众朋友很喜欢到那个假日 就到那种观光鱼市 大概就像摆这样 摆得很像 但是一般我们很难分辨 它到底有没有做了什么处理 那一般婆妈妈当然 都看白酒 看白酒 这个有没有透明 有没有怎样 那个濁濁的嘛 越透明比较新鲜 再来又看这个什么 腮嘛 一般会打开这个来看 这个处理好干净哦 连腮都没有了 所以一般 如果你在挑活鱼的时候 一般会看腮红不红 那这个东西其实现在都有 可以有药水 你像之前有发生过 泡一点这种辅马铃 就一般我们讲 甲醛这一类的 它就可以 没什么味道哦 颜色都可以保存得很好 所以一般如果你在现场挑的 我会建议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它卖 就是说你怀疑它 当然大家可以摸摸看 闻闻看 但是重点要闻哪你知道吗 要闻这个鱼腮里面 但是它这个 这个腮啊 闻鱼腮的位置啊 来闻闻看 腮已经被拿掉了 腮去掉了怎么办呢 没有味道哦 没有味道对啊 没有味道 但是一般 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 这个就是 可以开那个 来看一下 这个腮 好 这个对 这腮就很新鲜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 来这里就有红红的腮了 而且还有连翼 对还有连翼 主要是这个 这个黏液也很重要 挑选就是 黏液越多越好 对 但是它很新鲜 鱼是黏液越多越好 所以眼睛塞 那这个其实如果 泡药水塞 还是可以保持这么红 但是有时候 药水在外面会清洗掉 那你就要闻这里面 最主要是要闻这个 没味道 不是要闻这里 这样 这个很新鲜 对这没什么新臭味 如果你闻到这里面 有类似那种药水味 那这个鱼可能就有被处理过 你看起来都很漂亮 看起来都保持得很新鲜 但是有可能 它是已经泡过药水 所以买新鲜的鱼 自己要会挑 可是有些时候 现在的化学程度的进步 跟保鲜剂的进步 也有可能瞒过你这眼睛 对对 从早期的什么孔雀石律 有没有好几年前的那种 一直到现在 都有类似福马林的 这种药水都有可能 因为你想嘛 这这样尊贵 价格这么高 如果它慢慢坏掉了 哇 那就撂起来 一百块就百块 所以他们一般 可能会做一些保存 所以刚才小郭师傅讲的 没错说 大家挑选也不要想说 当然哇跳起来最好 海里面捞起来最新鲜 这是最好 但是因为它这种很凶猛 弄来弄去 咬来咬去 它很容易一受伤 你想看 受伤会发炎会烂掉 如果今天不用一些药剂 就像人受伤要涂药一样 那它怎么会可以保存运送这么好 对 这是很关键 而且我说实话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水族箱里面 看到那鱼还活着 对 觉得它很健康 对 其实是不对的 热炒店都是这样 很多海产店热炒店都是 你注意看那个鱼身体 因为撞击产生的溃烂 那在那个水里面 其实再加上它的感染 其实它鱼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我倒不如相信 就是产地最新鲜捞起来的时候 做宰杀 做极速冷冻 送到你的家里 甚至说你跟它订购的时候 它是帮你处理好 又方便 那回到家不需要处理鱼里嘛 然后东西品质又高 所以我们是送去那个 喝隔的加工厂 而且极速冷冻的好处 它可以杀菌杀寄生虫 是 冷冻过后反而是有 虫软什么都会去除 好 那极速冷冻 到底要怎么解冻 接着下来小郭师傅要教大家 好 小郭师傅 现代人很多职业妇女 很多人 观众朋友可能正在看电视很忙的 其实未必像传统婆妈 早上去菜市场 调新鲜鱼货 那很多时候就会买到 类似我手上这样的 真空包装的海产 是 不一定是鱼 有的时候像人家 烤鱼啊 弄鱿鱼啊 都是这样的冷冻包装 一般人 遇到这样的冷冻包装 到底怎么样正确来解冻 是 我们可以注意看 过去我们在解冻的时候 常常就说 我们赶快冲水 其实不对 其实绝对不要这样做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买回来 就有定制 例如说他已经说 载配运送的时候是冷冻 那我们放回冰箱 那我隔天要吃 今天晚上就把它放到常温 大概6度到10度的冰箱 里面 让它冷藏 包装线不要开 自然解冻 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因为急着要料理 撕开冲水 甜味都没有之外 而且还让它感染了不好的细菌 所以要解冻的过程 一定要维持它的真空包装解冻 那解冻时间 譬如说我们解冻的时间 如果可以 我建议在6个小时的时间 让它自然解冻 而不是加速冲水让它解冻 因为你的温差 太快的温差让它解冻 会让鱼体的肉变得不好吃 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解冻完了状态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步骤要做 就是这已经从解冻 自然解冻了 好解冻 那我们刚刚事先解冻完这一个 难免解开包装的时候 里面会有些血水 那我们先把血水去除 甚至要让它肉质稳定 所以肉质稳定的过程 我要准备盐水 那为什么做盐水处理呢 第一个 像这样少量 一公升的水 你给它配上大概10克到12克的盐 那我要搅拌一下 好 常温水 对 常温水 如果是干净的水 家里有一些过滤水的话更好 因为我在家是用过滤水 然后用平的那个台 好 对 常温的水一公升配上10公克的盐 然后后来 10到12克都可以 10到12克的盐 那一般的这个盐巴就可以了 对对 然后注意我们要把它放下去之前 我们确认一下 血盒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清干净 对 那往往我们在处理这个血盒 会有一些腥味都在这里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这血的部分尽量去除掉 去除干净之后 我相信这个弄得很干净 那还有血盒 这边中间还有这条线有没有 对 这个血盒的话 如果可以 如果我马上料理就没关系 但是如果我现在 那个还想要再把它 多存放更久时间的话 这一个血盒要清洗掉 要把它清干净 对对对 那我们就现在是现在浸泡着 哦 所以要让鱼尽可能 完整的浸泡后 在盐水里头 对 那盐水浸泡的时间 例如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后 我要准备蒸这鲑鱼 那我浸泡时间 至少要有30分钟 让它浸泡 那我如果浸泡太长 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浸泡太长就是水分会过多 那它会不好吃 但是事实上 因为盐水你注意看 它脏的东西会慢慢浮出来 对 脏的也会浮出来 有耶 有没有 脏的都会浮出来 有它上面开始有一些杂质 跟脏东西了 对 浮出来完之后 接下来就做热水汤饮 什么叫热水汤饮 因为其实鱼鳞当然都已经弄很干净了 但是你需要一点热水烫过之后 把最后的鱼鳞弄干净 弄完之后我就可以拿来蒸 拿来煮汤 做什么都可以 那经过热水的汤饮之后 我们细部的鱼鳞会完全清楚 要不然这样直接料理的话 会有鱼鳞 吃起来会不舒服 师傅不好意思 这里浸泡30分钟的热水汤饮 是直接拿热水去冲那个鱼鳞 对对 比如说我们准备一锅热水在旁边 那你就放在我们一个篮子上面 用热水这样稍微淋过 一淋过的时候 那个鱼鳞都会起来 轻轻的弄起来 小鳞一下这样子而已 一次你就拿一个小小的小汤匙也好 就刮起来 干干净净 那这是 而且你经过盐水 再弄热水汤烫之后 准备好之后 那个血水的臭味都会留在下面 然后烫完之后 你就可以拿来做蒸鱼 做什么都可以 其实像这样的鱼煮汤蒸都非常好吃 那也有所谓的 其实像鱼肉 如果我们要片得很漂亮的话 拿来用炸的也好好吃 对 当然就是看各家料理的方式不同 但是前置这样处理的话 会让鱼的味道更好 好 所以小郭师傅 你们家只要是冷冻的 这样完整的鱼 你的前置的处理作业流程 都是类似这样的流程 我比较建议大家 不要急着 就是把它用水去冲 或解冻 或打开就给它冲水 那是不对的 也真的是逮到这个石斑鱼 你要小心它吃这个海藻 可能会有珊瑚焦鱼 所以我曾经也不小心 师傅死过 我整半边全身打掉 越新鲜的时候的状态下 做冷冻处理的话 它的食材味道 绝对会比 线流的出来更好 前置这样处理的话 会让鱼的味道更好 好 所以小郭师傅 你们家只要是冷冻的 这样完整的鱼 你的前置的处理作业流程 都是类似这样的流程 我比较建议大家 不要急着 就是把它用水去冲 或解冻 或打开就给它冲水 那是不对的 很多的食材 就是因为我们在 这个处理过程中 原本在原产地的人 都会帮你做得非常好 反正因为这样的手续 让它原本很好的东西 变得不好吃 是一定可惜的 他刚才讲到鱼鳞 我小时候超怕鱼鳞的 对 因为我们台语有个东西 叫做虚蓝鞋 你知道吗 其实它是很小很小的 有类似醉生 对对对 虚蓝鞋不是险 是突出来的小醉 有一颗一颗一颗这样 那我们一直认为说 小肉鞋 就像这样 对对 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小时候他们叫虚蓝鞋 我都一直以为 是不是刮鱼鳞的时候 被喷到或者那个 因为我有一阵子 长了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小小小小肉鞋 然后后来发现 那是一种病毒感染 那是一种皮肤病吗 病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类似 可是有一个是这样的 我们长时间一直接触到这样 鱼鳞鱼肉 是 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快速清洗掉 它会粘腹 是 会粘腹 而且粘腹不好 会让你的皮肤会有点 酸化过程会受伤 对过敏反应 然后久了 你就像我这边 就是因为常常摸鱼 是 受伤了 这就是职业伤害 对职业伤害 那一定会有 所以要赶快弄掉 对像我就回去洗盐 会痛啦 但是又洗盐 但以前日本师傅都这样教我 那粘液 一定要去除掉 粘液 那刚刚我们有腺流的跟这样处理的 你会发现粘液是不同的 可是我一直很相信 在越新鲜的时候的状态下 做冷冻处理的话 它的食材味道 绝对会比腺流的出来给我们更好 所以为什么你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鱼 蛮冷冻的鱼 可是冷冻的解冻过程 跟处理这个过程 很关键 很专业 对 好 谢谢小郭师傅的分享 谢谢 好 接下来 SAKIN我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清蒸马告石斑 厉害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马告 对 传说中的马告 马告是原住民的美食 我们特有的胡椒粉 珊瑚椒 对 珊瑚椒粉 珊瑚 今天的马告哪里来的 今天的马告是从南投的山上来的 你去采的吗 我去采的 这个绝对是我去采的 对 听说马告是有降忧郁的功能的 对 降忧郁 然后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山上的时候会有蚊虫钉咬 那我们会新鲜先采 然后搓它 然后有汁液 然后会往身上涂 真的假的 原住民把它当作防蚊液 还是消炎液咬 防蚊液 就直接用搓的 然后就涂皮肤 现在台湾很需要吗 然后而且是连他们当地人都不太知道的这个讯息 然后只是我是那时候一直被蚊子叮 然后我想说 就是踩一个马告被叮成这样 那我涂我身上好了 所以就是你自己认 没有 还真的被我碰到 还真的被我碰到 就那一天就都不叮我了 因为宁关刚刚说之前中心大学有一个研究在说 马告这个有这种安定心神的这种作用 所以也许你涂一涂之后 那些蚊子心情都很快乐 可能 蚊子抗忧郁了 真的 好 那你准备嘛 大概适量少许就够了 对 适量少许就够了 因为这个味道如果放太多的话 它是胡椒味吗 因为它如果是山胡椒 可以吃吗 可以吃 在日本料理山椒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食材 而且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烤鰻鱼的时候 上面也会涂一些山椒的那个味道 它的味道有点凉凉 酸酸 然后很诡异 这个东西加味噌汤超好喝 它后面的鱼味 它后面的鱼味有点薄荷味 对 可是它前面的前味有点小微酸 这很微酸 然后有点像薄荷 它我知道塞进去真的 观众朋友没有骗你们 塞进去有点像我在吃薄荷糖 有一种薄荷清新糖是小小一颗凉凉的 对 吃了会想去澳门吗 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先压过 对 非常细致 要不然它那个味道出不了 对 没错 对 然后会堵在里面 好细致 你若是吃到整颗的话 马杠要这样子整颗压 对 整颗压 诱发它的味道 你们不信你们吃吃看 然后再 而且它后面的味道 还是有一种酸嗆出来 对 有微酸 然后这个 我们通常原谅的话 像不像吃酸豆 就看鱼的大小 像不像吃酸豆 然后有点薄荷味 因为你的是新鲜的 我们平常吃到的马杠 很多都是干燥的 对 所以新鲜的会真的会有薄荷味 而且还会喷一点小汤味出来 然后可是它的微酸有点像酸豆 可是它后面有点薄荷味 好妙 我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 好 再来你放了马杠 放了盐巴 放了糖跟姜丝 对 还有米酒 米酒 这个 这个整个下去了 好 因为其实我认识石斑 鱼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知道它是石斑 真的 你在它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没有啦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潜水的时候 然后朋友会就是把那个鱼拿上来 就是跟你讲说 我打到鱼了 然后打到鱼的时候 我们就会现场就直接就是 可能好的鱼 我们就直接就撒西米 然后要不然就是直接用盐烤这样 然后这是太白水 太白粉水 好 再加一点太白粉水 撒基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你 你在他几岁的时候认识他吗 你是问撒基努几岁 没有 问那是鱼几岁 因为那是鱼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 它的性别公母会不一样 是 它有的时候是公的 有的时候是母的 所以它年纪小的时候是 它挺怪的 像石斑鱼 它是属于那种雌雄同体 雌雄同体 对 然后它在年纪小的时候 它是先雌雄雄 所以它在两三岁之前 先当母的 后来再演工的 然后它慢慢随着年纪长大 它会变工 可是它变工的每一种的雌鱼 它变工的年龄不一样 比如说有一只 它们叫做什么太平洋灰雌 它可能要到14岁的时候 才会变工的 那据说它们为什么要雌雄同体 这是演化所需要 因为你想如果说一开始 我就是 雌雄都分化出来的时候 它们觉得这样比较容易 近亲繁殖 因为你可能是 都是自己的亲戚生小孩 所以这样不好 所以它等到长大再变性 你就可能已经成熟 你会认识 比较远的地方的男孩子 好 确实 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成熟 可是它有鱼很怪 比如说有另外一只叫黑鱼 黑鱼也是雌雄同体 但是它是先熊后吃 它先是公的 所以不同的品种不一样 撒基努 你把鱼稍微切 一个横切的片 斜切 很厉害 对 内斜切这样在蒸的时候 它会很容易入味 一般我们只是正切 其实不够入味 就是内斜切 那另外刚刚有一个 它刚刚有料理步骤 有放一个太白粉 这个小小的动作 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蒸的时候 太白粉会将所有的味道封住 对 会扒住 会调料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 所以它放的是太白粉水 那稍微略调 像在勾芡的这个样子的太白粉水 放到它要蒸的增量 而且它现在做这个真的很专业 它先将那个酱料的汤汁 先往它的内脏部分塞进去 那味道会完全封在里面 对 看就知道很会做菜了 这个是蒸鱼的技巧跟啪啪 所以不是把太白粉裹在外面 是混在那个 调香菜的味道 你先把它放出来之后 你还要让它立体站好 对 这个很像版杜的样子 对 这中包菜的 对 我懂了 所以你里头的馅料 就会有点滋味 然后又有这一个相关的调味料 跟辛香料 对 然后最后再留一半 在外面淋 然后再铺排这一个相关的调味 那这样蒸的时候 它里外都会入味 对 我会完全入味 我现在懂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蒸鱼油 跟餐厅Polo的中包菜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 太白粉水这一招 是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过去只知道 是用鱼露淋汤汁 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汤汁 蒸完鱼之后 再把那个汤汁倒到鱼露里面 煮过再淋上去 那这个方式是 它将一开始太白粉 将鱼肉在蒸的时候 水分会封在里面 对 好 那我们这一条鱼 前置作业完成 事先我们蒸了一条 这个Sakiru 这样一条鱼大概要蒸多久 通常都是看鱼的大小 通常像这样的鱼 大概十分钟就行了 一斤大概十分钟 对 十分钟就行了 然后而且我们那个 鞋道面这样过去 会让它熟成的 会比较快一点 对 就是让它在里面蒸煮的时间 不要那么久 对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吃到它的新鲜 好 那Sakiru事先蒸的这一只 我们来开锅 OK 感觉也很成功 很漂亮 很成功 对啊 蒸鱼是一个非常技术的 其实我分享一个 蒸鱼的概念给大家 当然刚刚讲的是十分钟 可是真正好吃的蒸鱼是 蒸五分钟大火 然后火关掉 闷着三分钟 那为什么我们要 对 总共八分钟左右 那为什么我是用后面闷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 如果一直大火在焯它的时候 它的甜味会适散掉 会流失掉 但是你用焖的话 最后它肉汁是封在里面的 不会因为过多的加热 让它甜味损失 所以一般我们常吃广式料理 一些厉害的蒸鱼师傅 它的秘密就在这里 它最后是用焖的 对 所以如果你的作业流程 这样一斤的 你很有可能大火蒸五分钟 最后再焖个三分钟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撒基努的马告蒸石斑 哇 撒基努很厉害 我觉得你今天手法像中透筛 超入味 超好吃的 感觉很鲜甜 很鲜甜 真的 鱼肉很嫩 对 很嫩 先蒸先好吃 然后撒基努的配方 我觉得非常棒 那你吃到它的姜丝 吃到辣椒丝 吃到葱蒜丝 我觉得都很棒 感觉味道很层次很多 而且它用新鲜的马告 对 那个咬了会喷汁感的马告 刚好跟它的那个 都配在一起就非常好吃 然后整个鱼就完全不会有腥味 就是有鲜味 真的 皇师石斑鱼真的 营养价值很丰富 其实我们都知道 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有这个好的油脂 就像DHA 对小孩 对老人 对孕妇都很重要 那哪里来的 我们刚刚说石斑是 喜欢吃其他的大虾小虾 对不对 那这个大虾小虾又去吃那些海藻 所以其实那个源头是海藻 然后再到小的小动物生物 然后大鱼再去吃它 所以它累积了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DHA好油 那所以你可以在市面上看到有些 它说它的DHA是海藻萃取的 有些是鱼萃取的 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个鱼吃了之后 它会把这个DHA在身体转化成 我们人类比较好吸收的一个模式 所以如果你是海藻萃取的DHA 没有像鱼的这个DHA这么好吸收 它的吸收率 鱼身上大概是两倍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好的这个DHA的话 应该从鱼身上来摄取 会这个效果会更好 不过我刚刚讲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海藻 所以Sakiru刚刚讲一件事情就 在现在这个世代就要非常小心 你如果去吃这个野生的 你说朋友有一个秘密的这个鱼场 然后去偷 这个不是偷啦 就是去野生的去逮到这个十番鱼 你要小心它吃这个海藻 可能会有珊瑚焦毒 那所以你这个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如果万一你吃了很大量 而且像我们现在这个 内脏都清除掉 也许你内脏没有清除掉 连内脏一起都大块把他吃了 那么你有可能开始舌头妈妈 肚子妈妈 然后开始呕吐腹泻 这个事情都发生过 发生过 因为其实就是我曾经是 有遇过东南亚来的 所谓的珊瑚焦鱼 那的确他们内脏肝脏 其实是有毒性的 甚至我曾经有不小心是误死过 我整半边全身麻掉 真的假的 吃了什么 会发抖 吃了什么 麻掉 就是因为应该是 吃了它的那个鱼肉之后 甚至就是它料理之后 我没有注意 因为其实有时候 早期十年前 有一些东南亚过来的鱼货 它是不安全的 我喜欢吃这个鱼头 鱼头很多这个胶质 而且如果以它的DHA 刚刚我们在讲 吃鱼的时候吃好油 对 以DHA含量 也是这个鱼头的部位最高 对 这种变相的吃脑补脑 是 遇过东南亚来的 所谓的珊瑚胶鱼 那的确 它们内脏肝脏 其实是有毒性的 甚至我曾经有不小心 是误死过 我整半边全身麻掉 真的假的 吃了什么 会发抖 吃了什么 麻掉 就是因为应该是 吃了它的那个鱼肉之后 甚至就是它料理之后 我没有注意 因为其实有时候 早期十年前 有一些东南亚过来的鱼货 它是不安全的 那时候也没有很好的检测 那我们想说 那不就是像红条长得很像 吃的都一样这样子 其实是有风险 的确有风险 而且通常在更所谓的 我们在赤道附近抓到鱼 因为它那边热 所以它水里海藻有毒性 所以它吃完海藻之后 累积的毒素 那在它鱼体内都是有的 大型鱼的中金属风险会比较高 对 那接下来明泳大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 头好壮壮骨骼健康的鱼汤 这个鱼汤其实很简单 刚才那个我们大部分都用蒸的比较多 其实我们煮鱼汤也简单又方便 所以这道是叫做罗勒石斑豆腐汤 都高概 罗勒豆腐跟石斑鱼 而且还有加一个刚才黄医师讲的 我还用这个它的原料 它的食物 海藻 昆布来打汤底 对那一般我们这个因为这个鱼肉很嫩 其实石斑的好处它没有什么刺 它大刺也没什么细刺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片下来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分两个层次来做 你先把它鱼身分开 然后把它切下来 把这个鱼肉可以把它片下来 那一般我们这个家常料理 如果是妈妈大部分就比较大 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分两次 为什么 因为我们烧大概三分之一锅的水 大概1000cc 我们先把它煮滚之后 我们把这个鱼片泡好 片好跟这个鱼头 其实像我个人 我喜欢吃这个鱼头 因为鱼头很多这个胶质 而且如果以它的DHA 刚刚我们在讲吃鱼的时候吃好油 以DHA含量也是这个鱼头的部位最高 甚至100公克可以高达1300多毫克的DHA 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吃脑补脑 是 可是我觉得最多的是眼睛后面那个脂肪 对 那个鱼油 我超爱吃的 对 所以那我就加 对那再来我们再加大概一大匙这个大蒜 这我个人喜欢吃 加近10颗 对可以多一点 感觉是个蒜头鱼的概念 对还有一个 对不对 对加个几片 大概三四片的姜片 好把它一起 那再一小匙的这个米酒 米酒 让它先这个先煮这个汤底 就这样 我们把它盖起来 所以鱼头鱼尾跟鱼骨先放下去 去熬汤 然后加了10片的大概这个大蒜 跟这个五六片的姜片 对 好 然后加一小匙的米酒 然后就直接让它熬火 熬火 给它滚 那我们剩下来 我们就准备这个另外一个 这个很鲜的汤底 又营养又高盖的 就是我们用把昆布 像我把昆布把这个 我把它泡开了 泡开了 把它切开 那我就把这一片大概打 这样一片大概打800cc 那你不要那么浓的话 你要浓一点就大概多一点 那剩下这个其实 我就可以把它一样放进去熬 所以你把这个昆布 一部分拿来熬汤 一部分直接把它打碎 对 那我们在这边 一样再加大概三片就好 不用太多 还有一小匙的盐 好 姜是老姜还是嫩姜 其实老姜味道会比较好 更重 对 更能够去腥 但这个时候 这个季节其实嫩姜还蛮多 其实你可以嫩姜 可以把它切丝 到时候要吃的时候 再一起吃也蛮口的 好 加了两小瓢的盐 对 那我们就把它打一下 这样煮完会很薄薄的黏液 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空布因为会有黏液 你看你一打完通通都是泡泡 然后它喝起来 我才会黏黏的 对 所以你看你的稠度 你个人喜好 因为这个我们有动物性的胶质 这是植物性的胶质 哇塞 所以我们把它混在一起 哇塞 那你这汤不是只有 头好壮壮而已 也不是只有骨骼健康而已 还皮肤Q嫩 又喊点 你要想喔 它的胶质有海带的 还有石斑鱼的 石斑鱼又号称吃的化妆品 对 哇塞 这胶原蛋白多丰富啊 这个对全家人都是 哇塞 这个全身都补耶 真的 好 那我们稍微把它去一下这个杂质跟泡泡 瞬间 那把它开大火把它滚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豆腐 好 我们再继续把它开大火 然后继续滚这个汤 对 那滚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豆腐放进去 跟这个石斑鱼肉的这个鱼片最后再下 那因为你刚刚把石斑鱼片 其实跟鱼骨都片成小的细的 所以等一下就好了 这个只要稍微滚了就好了 因为鱼肉有的时候煮太老也不好吃 所以鱼肉大概熟成的熟度够了就ok了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豆腐 其实可以比你那个嫩度 对 你吃石斑的嫩度跟豆腐 豆腐比较嫩还是石斑比较嫩 等下你们吃吃看就知道了 真的 所以这一个是 这个应该是嫩 这个是嫩豆腐 其实你可以用煮汤 如果你要熬久一点 你可以用老豆腐 对 那嫩豆腐的话就是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等这个 我把这个放进去 好 其实滚起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水沸腾了 汤沸腾了 它这个汤因为打了昆布 有点淡淡的绿色 就是昆布的那个原汁原味的颜色 那我们鱼肉也要放了吗 对 把它放下去了 因为这个很快 好 我们把这个鱼肉切成薄片放下去 哇塞 或者是你如果是 像如果吃火锅你可以用帅的 你把它帅一下 其实就可以吃了 王明勇同学 如果不是今天这条石斑 用别的鱼也可以做这道做法吗 对 也可以 其实石斑鱼当然比较珍贵 我们这样做才可以吃到它的鲜 对 我们把那个你看昆布的鲜 跟它的鱼的鲜 把它混合在一起 再加豆腐 那最后我的体味就是用一点 罗乐 这个味道你还能吃起来 因为它可以有一点 再把它压掉一点那个昆布的腥味 哇塞 洪素兴同学 他今天挑的都超高钙 没有 你想想看他又豆腐又罗乐 又来配这样的鱼汤 超高钙的 对 而且你刚才讲到说吃的那个美容品 这一点 你记不记得 其实之前台湾有一项生物科技 还蛮未认称道的 就是他们修集鱼鳞 对 然后后来发现 他们可以去做出胶原蛋白来 所以你看它从胶原蛋白 到我刚才讲的MSN 让你有韧性 混滑感 然后让你Q弹 然后再这样 其实他刚才用那个鱼中骨 我本来以为 明勇要把那个鱼中骨 拿去打成汁混进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池斑的鱼中骨里面 不止概多 它其实 鱼中骨那一片 DHA含量也非常高 对 所以说其实如果有时候 你们会把中骨也拿去烤过干嘛 来咬的 原因是 其实它其实营养非常的高 只是平常 我们可能不大会料理 我们就把它变成垃圾 在日本料理中 就把鱼的中骨 先钓着 钓干 钓一周之后 再下去用蔓油炸过 就是很棒的下韭菜 哇 脆到一个 非常好吃 非常酥脆 然后直接吃它的骨 就吃了烙盖 对 而且有的是干燥之后 熬出来的汤头 非常惊人 对 哇塞 我们这锅汤 强强滚了 那最后我们就把这个 涮一下就可以 全部下去 罗勒也最后下去 太棒了 所以你这个鱼汤做法很简单 很简单 对 那这样就可以 平常 就可以关火 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上菜咯 哇 汝勇大哥的 这么棒的鱼汤 真的超成功 超厉害 尤其现在这个天气 开始变冷 喝下去也蛮舒服 然后这鱼汤 让我想起这个青蛙汤 也是用蒜头跟九层塔 不错 对不对 一样的 而且很香 那味道很香 对 台南人最爱 我觉得他用九层塔提味 真的很棒 对 后面的九层塔的香很有层次 然后这个海带会有两种口感 有一部分是融化在汤当中 那有一部分的你单吃它 都还有新鲜的口感 是 而且你看他用九层塔 上次我们有一次聊到 九层塔里面的维生素K 非常的高 而你今天用的这些鱼的骨头 去熬 还有这个豆腐 如果他用老豆腐的话 这钙质就需要我们的维生素K 去带到我们的骨头上 所以这个搭配 除了是味道非常丰富之外 也是有一点点营养学的一个概念 而且它是搭配了两种的蛋白质 就是我们都知道 鱼肉已经是在动物性的蛋白质里面 它算是相对低脂的蛋白质 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豆腐 就是也把植物性的蛋白质带进来 等于说我们其实现在的健康建议 都希望你所有的蛋白质来源 不要只有动物类 也要一大部分来自于像这种豆类 或植物性的蛋白质 把两种蛋白质加起来 然后刚才讲的钙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钙多的话 你就换成老豆腐 对 那如果你希望钙更多的话 就是像我们小郭师傅 你那个中骨可以好好用 不要浪费 其实它又好吃 然后又不错 所以这样 而且它很好 就是说它这样煮法 它的鱼肉很奇妙 在这些昆布汤中 衬托它非常的甜 它的额外好像是因为 那个外面有一种胶脂 把它裹起来 所以它的那个鱼肉 特别的甜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我们 不论说什么勾芡或干嘛 都是多的一些淀粉 多的热量 多的化质淀粉 可是你用昆布 你又把它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膳食纤维 所以整个加起来 真的非常的健康又好吃 真的营养满分 又好喝又健康 鲜 而且吃碗汤喝完之后 你会觉得人间处处有温暖 又舒服 它的精神就来了 对 你看那个罗勒的清香 有没有 然后这种辛苦在 那个养殖的这个石斑鱼 然后滑嫩的豆腐 浓郁的昆布 在一起你会觉得说 明天会更好 真的 连干粮碗了 当然明天很好 今天更好 真的 所以明勇大哥今天的做法 没有枉费这条石斑了 是 帮我们的石斑鱼 牺牲的有价值 加分 真的 加分 厉害 那接着下来 还要加分的是 小郭师傅 谢谢 今天那个罗小姐 带来这么好的石斑鱼 刚刚我们料理也是清斑 那我们现在准备的是 我们的龙胆石斑 龙胆石斑 龙胆石斑大家都知道 它在市场上买到的时候 就一块一块帮你解写好 跟冷冻的 所以它更好料理 更好料理 而且它那个皮 皮下都有胶质 对 我这边虽然是已经带好 已经料理好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料理的方式 首先我买回来龙胆石斑 照我刚刚所讲的方式解冻 泡盐水 然后我用昆布将它包裹住 你们不认为它用了昆布 对 它的高档昆布又现身 没有 你看它包裹的部分 那个胶质会黏住昆布 真的很焦很黏 我跟你讲 龙胆石斑最好吃的 在于它的那个皮 胶质 非常好吃 然后我们为了在烘烤的过程 不让它水分流失 会用昆布做包裹 那包裹之前 我用什么下去包裹下去烤呢 我直接先用松露的油 抹过外面 抹谁 抹肉外面 这个叫做松露的油 怎么可能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 这跟鱼很高不一样 这是法国人的马告 你刚说什么包裹 包裹完之后可不可以骑到我家 松露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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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法国人的马告 你看这厉害 有趣的是 它要送进烤箱之前 我要做一个很棒的香料盐 这个香料盐比较特别 除了胡椒 昆布粉 干贝粉 干贝粉 然后少许的黑芝麻之外 还有我做两种盐 一个是叫做枣盐 一个是一般的盐盐 所以它产生的味道很香 然后你把这些材料打成粉 对 然后打成粉之后 然后抹在我们的鱼肉上 可以先试一下 光是这个粉就很愉快了 怎么可能我最近 日子都蛮不开心的 小波的马告跟你不一样 不是 我也想要愉快一下 来来来 小波的马告跟你不一样 好 不一样 好不好吃 看一下 汉鱼粉好鲜甜 哇塞吗 心情变好了 好不好吃 不一样 我的妈 幸福 幸福 好特别的味道 好 小郭师傅要开火了 那小郭师傅 你在要包鱼的时候 那个昆布把它包起来 就是我涂完葱露油 然后我涂完这个粉 对不对 对 那我昆布是要先泡软 还是干干的 稍微泡过三分钟之后 它微微开就可以了 微微开就好 然后因为烤鱼真的很好吃 所以要准备三个简单木片 我希望有一个熏香味的味 那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华士鱼上稍微烤一下就很香 你烤箱都是直接这样子烤 对 小朋友在家里不能学啊 好香 好香 真的 然后有点木质的香气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 等一下我们带那个鱼肉的时候 会很棒 木头的香味 对对对 开始飘出来 这个木头也蛮特别的 对 这是三怀木 那你注意看我们现在烤箱在烤鱼 对对 香味 对 香味一直跑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先打开一下 有没有 哇塞 焦味 香味 然后我把这个木头丢进去 那个绝对不是西酸盖板 绝对不是 那个是那个 那个不行的 不是 我怕有人用成像是笑的 就帮他用西酸盖板就可以了 他光烤鱼一菜香就香到爆 我们跟他的摄影棚香到不得了 龙胆石斑很棒 你过度料理也没关系 因为它里面油脂丰富 那龙胆石斑中间的肉筋 其实养得很肥 筋加热之后会化油 所以味道很棒 然后接下来我们记得就是 很简单 我们在做这上面的调味的时候 因为里面已经烤了一个很棒的香气 对 那我先帮你们下面铺一点这个 好 刚刚在那里的盐 对 这个盐是等一下我们在 真的料 小锅的马告 对对 小小告 小小告 对 还有 小锅告 这要下去之前 我下面先铺上松露油 好香哦 你这个铺上去我就测告了 松露油会让那个 等一下我们那鱼肉放上去的香气很棒 那个香气一直跑出来 真的一直冒出香味 OK 有没有很香 很香 真的 而且你看它降到那个木片之后的 烤出来 那个飘出来的香气 已经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加成的一个味道 对 而且小锅师傅真的好 那个细节很多 因为它之前有一些是用竹叶 这次又用的是不同的素 对对 不同的做法 你就搭配不同的鱼的味道 用不同的木片 对 我们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我来闻 哇 好香 你看哦 鱼皮要烤焦 对 香气 然后你看肉汁有没有不见 没有 肉汁都在里面对不对 你看我手一压 哦 都在这里 好 香气 然后你看肉汁有没有不见 没有 肉汁都在里面对不对 你看我手一压 都在这里 好Q哦 对 然后接下来 然后它鱼油还一直在焖 鱼油因为我用昆布包糕 没有 我一直滴出来 我要先把它的汤汁滴在最后 先将鱼的汤汁滴上去之后 再将我们的鱼肉放旁边 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 鱼肉粘着松露吃 你看那个胶质多到可以 整个溶掉 真的 而且你看哦 因为有胶质 所以它那个肉汁都保留很好 有没有 像这个汤汁有没有 汤汁很多 刚刚留下来的 对 放旁边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木头有香气 对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好 等一下我们先吃的时候 先可以来一块肉 我大概示范一下吃法 好 你可以先吃 其实你可以加我 然后我先分手 主厨可以先动手 好 OK OK 好 首先我们要吃的时候 先取我们药的量 对 哇 我的天啊 那下面的鱼油好肥 这个肉汁有没有 对 不想挤 对 然后挤点肉汁在这上面 味道就会很好 好多鱼油 我先可以试吃吗 好 可以 首先要放在我们木头上面 可是你试吃的那个油 也太大块了 好 来 来 我们在吃的时候是这样子 怎么吃 来表演一下 加一点少数松露 放在我们的上面 好不好 松露也 再多加一点好了 好 因为是你要吃的 好 好 OK 来 主持人来 哇 哇 哇 真的喔 来 试一下 镜头看一下 对 那这样子一口吞吗 一口吞 好像吃热的刺身米这样 一口吞真的太过分了 对啊 好幸福喔 整个汁液 烫汁 烫汁烫牛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这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在这里 好 我们来试吃 试吃看看 好 我们来试吃 是喔 这个是小郭师傅 精心料理的龙胆师班 你要吃的时候旁边的松露 记得要拌着一起 好的 来吧 天啊 这个松露真的是 超龙点睛 真的 小郭老师这个盐也超赞的 谢谢 味道很特别 真的 小郭老师吃 有 我有吃 有吃 而且它这个昆布 也吸了它的那个胶质跟汤汁 这样吃起来口感也很特别 好好好 而且重点是因为它这个很妙就是 它已经胶质跟油质融为一体 就是它就非常的 一般的油是很稀 它是很浓稠 会很黏黏的 把这个味道整个鲜味扒在你的舌头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蒸一点点这个松露 它就整个又散开来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它非常有摇杆 我觉得同志时班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软软的 它是一个有脚感 有生命 有Q弹感的鱼肉 它真的太好吃了 弄脸了 它这么多鱼 有 但是你要害怕它吗 我们刚才说讲DHA之外 还有个东西叫EPA 现代人常常心血管健康会有问题 而EPA一般认为 它就是跟你的心血管 可能跟你心血管让你的血脂肪 坏胆固醇不要那么多是有关的 所以虽然吃了觉得油滋滋的 然后整个嘴巴里面都是很幸福的油味道 但它却是健康的 真的 没错 哇塞 它的鱼油真的好细致好嫩 然后整个鱼肉非常的Q弹 然后入口即化 然后还滑嫩 没想到它用烤的还滑嫩 对 其实最主要是昆布的包裹 那还有前面我们用油做腌制的过程 那这样包裹住它肉质不会散失之外 还有昆布在烤的时候 它的我们讲福安酸的甜味会进去 对 然后那个再烤的过程少许的盐 那就直接做搭配 我想这样的东西 其实家里的长辈也可以吃 而且非常的好 真的 而且这样烤 你看这个皮都不会焦掉 不会焦掉 它肉质的嫩度都还在里面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很怕这种东西 好的东西烤焦掉 对 所以小菇乳酱 这样裹着一个那个 对 对 而且不怕烤过头 对 你烤再久 它肉质都在藏在里面 真的 那好的东西也需要好的料理 真的 分享 好 那黄医师也要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滴宁 对 今天最后再享受美食 我们小小的提醒 刚才提到这个珊瑚礁鱼毒 如果你今天吃的这个鱼 是来路不明的这种珊瑚礁的这种鱼类 然后你吃完的一天内 一小时或这个二十小时内 觉得开始舌头麻麻 或者开始呕吐或腹泻 请你赶快要就医 那这个是提醒大家 尤其你吃的如果是来路不明 又很大支 然后内脏有没有清楚 那更是要特别的小心 真的 我就是一个例子 那时候左手就整个麻掉 那后来怎么移好的 其实也没有移好 我的左手就 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敏 真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比方说解掉这个毒 然后你这个 其实你会变成反应力差 所以你现在很明显是 左手比右手弱 以前是左撇子 所以现在变右手 真的 对 所以有时候是遇到了 我觉得问题 对 是很遗憾 但是更小心 也因为这个经验 让我觉得说 我们在选择吃的东西 要更小心 真的 好 那谢谢黄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来宾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下次同一时间 我们准时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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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